2023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组数据 去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956万 死亡人口1041万 人口总数比2021年末减少85万 这是我国自1960年后 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呈现负数 这一数据的背后 既有生育意愿降低导致的能生而不响生 也有不孕症发病率升高 导致的响生却生不出 有研究机构指出 中国育林夫妇的不孕不孕率 已经从1995年的3% 提高到当前的18%左右 患者总人数超过5000万 当然不孕不孕 也不是就咱们国家高发 世卫组织最新发布的不孕症患病率估计 1990至2021报告里显示 全球约17.5%的成年人 受到不孕不孕的影响 且呈现增加趋势 但令人欣慰的是 伴随科技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 以试管婴儿为主的辅助生殖手段 已经帮助人类为世界增添了 超过800万人口 但很少有人知道 在突破生理屏障 用科学孕育新生命的背后 很难离开一家叫做默克的企业 迄今为止 有超过500万的试管婴儿 是在默克的帮助下诞生 本期视频 我们就以试管婴儿的 药物发展史为主线 带大家了解 人类是如何与不孕不育斗争的 默克又是如何突破重重屏障 助力夫妻孕育生命 成为父母 不孕不育并不是现代人才意识到的问题 早在战国时期就有文字记载了 国内首个男性不育患者 《春生军列传》中写了一个故事 楚考猎王无子 春生军患之 求妇人以子者敬之 慎重 足无子 大致意思是 楚国君王考猎王没有儿子 春生军很担心 就找了很多看起来能生的女子 献给楚王 但还是生不出 《圣经创世纪》中也曾讲述到 亚伯拉罕的妻子 萨拉一直无法怀孕 便对亚伯拉罕说道 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 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 或许我可以因她得到孩子 这句 或许可以得到孩子 也体现出 当时的女性已经意识到 不孕不育 可能是女人造成的 也有可能是男人造成的 不能都甩锅给女人 后来 亚伯拉罕听从了萨拉的话 就与萨拉的使女下甲同房 怀孕生下了儿子 以食满力 不孕不育这件事 人类自私有了初步的解决思路 然而 人类的认知在当时也仅限于此 此后几百年的时间里 在治疗不孕不育这件事上 几乎没有任何突破 直到文艺复兴后 现代医学飞速发展 人类终于弄清了生育的基本管理 也意识到 怀孕不一定非要性交 18世纪70年代 英国医学家约翰·亨特 就做了个大胆的尝试 当时 一名患有尿道下裂的男性病人 无法通过正常性行为 让妻子怀孕 在约翰·亨特的帮助下 这名患者用加热的注射器 收集了自己的精液 然后再注射到妻子的阴道内 使之成功怀孕 这种体外取经的方式 打开了医学家们的思路 最终演化成 不孕不育治疗手段之一的人工受精 只不过和后来的试管婴儿相比 成功率不到10%的人工受精 就变成了碰运气的手段 对人类来说 如果想要有标准化的治疗流程 其关键还在于 如何能获得足够的生命缘合 卵子 20世纪60年代 致力于研究试管婴儿技术的 罗伯特·爱德华斯教授 为了获得实验用的卵子 只能利用个人关系 找到认同他的外科和妇科医生朋友们 从他们掏刀的卵巢手术中偷偷获取 这种手段做试验勉强可以 用到真正的试管婴儿上 显然不靠谱 有的女性卵泡发育不好 压根不排卵 或者通过自然排卵产出的 卵子数量和质量不够怎么办呢 这时候就需要一种药物 来帮助女性高效排卵 接下来就到了 促性腺激素登场的故事 激素的运用 才真正地把试管婴儿 逐步完善成了一种医学治疗手段 1906年 生育领域的先驱者凯撒雪兰诺 在意大利成立了 雪兰诺药理研究所 率先投入到对女性尿液的研究中 希望能借此找到一些有用的激素或药物 经过30余年的研究和实验 医学家们终于搞清楚了 原来 女性尿液里有种叫做卵泡次激素的物质 是促进卵泡生长的关键 1947年 雪兰诺研究所内 生物学家皮耶罗多尼尼 率先在女性的尿液中 提取了包含卵泡次激素和黄体生成素的一种激素 并证实绝精女性尿液中这些激素的含量更高 1950年 发现新大陆的默克雪兰诺 把该激素推向市场 但在当时的学术界 人们并不清楚这种激素的妙用 也无法收集到那么多绝精女性的尿液 项目就被暂时搁置了 好在同一时间 一位叫做布鲁诺·卢恩菲尔德的小伙子突然出现 布鲁诺·卢恩菲尔德是犹太人 他对同胞们在二战中的悲惨遭遇感到痛心疾首 为了提高犹太人的生育率 愤然投入到了对绝性腺激素的研究中 1954年 布鲁诺·卢恩菲尔德发现 使用高龄土丙铜法 可以批量从绝精女性的尿液中 提纯绝性腺激素 可关键问题又来了 从哪里去找那么多绝精女性的尿液呢 当他向默克雪兰诺公司提出 每天要为实验室提供400位绝精女性尿液 这一离谱要求后 默克雪兰诺总裁拒绝了他并表示 我们是药品公司 不是尿液加工厂 布鲁诺·卢恩菲尔德听闻后并没有放弃 又转身找到了一个叫做 朱利奥·帕切利的贵族继续谈判 后者帮他说服了教皇 动员了意大利几乎所有的绝精修女 每天轮流前往默克雪兰诺 设立的尿液采集中心尿尿 而默克雪兰诺公司 也在这些源源不断的尿液中 提取了大量的人绝精器促性腺激素 布鲁诺·卢恩菲尔德 这时终于能够在以色列开始她的临床实验 1962年 一位自出生起就没有来过月经的女士 成为了实验对象 在连续14天的激素刺激下 这位女士成功排卵 并很快怀孕生子 自此 一度无人问津的醋性腺激素再次上市 但这种药品毕竟是尿液提纯产品 这种激素里 除了含有卵泡刺激素和黄体生成素以外 还有大量的尿蛋白杂质 带来的后果就是 纯度低需要给更多剂量的药 且大多数情况下 人们只需要用到里面的卵泡刺激素 另外 混合物激素在不同批次里的含量也有差别 很难做到精确剂量的给药 直到1970年 随着提纯技术的发展 这两种激素才能够被分别提取 默克雪兰诺也顺势研发出两种 可以临床使用的药物 帮助刺激卵泡发育和排卵 1978年7月25日 在英国曼彻斯特 重达2.6千克的路易斯布朗诞生 世界首例试管婴儿 宣告成功 小布朗的妈妈并没有用任何激素促排 她不孕的原因只是输卵管堵塞 排卵功能完全正常 有了成功案例后 越来越多不孕不育夫妇看到了希望 全球各地的医院迎来了一波接诊高峰 但布朗夫妇这种输卵管堵塞的案例 毕竟是少数 更多不孕的女性是排卵问题引起的 就需要通过激素来促排 这里要科普下 女性不孕症的成因 大约50%是排卵问题 25%是输卵管问题 15%是子宫问题 剩下的是免疫或不明原因 也就是说 几乎一半以上的女性不孕成因 是排卵障碍 需要用激素促排 这时候 默克雪兰诺的促性腺激素 就派上了大用场 比如在1981年12月 美国首例试管婴儿诞生 这对夫妻中的女方 就有严重的卵巢问题 无法自然排卵 通过使用默克雪兰诺的促性腺激素刺激后 才得以解决 重化促性腺激素的诞生 是现代生殖医学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 默克雪兰诺作为不孕症药物治疗领域的先行者 也是这座里程碑的奠基人之一 一向划时代的技术出现后 人们对它的需求将呈现指数级增长 在试管婴儿接连诞生的那些年 人们发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 默克雪兰诺的尿源促性腺激素 好像不太够用了 有资料记载 1990年初 默克雪兰诺的尿液捐赠者数量 已超10万人 而到了1995年 每年需要1.2亿升尿液 才能满足世界范围的患者需求 所需的捐赠者数量 更是高达60万人 这么多尿液 不仅来源是个大问题 也没有办法对供尿者进行追踪和规范 从而导致人们对安全性的担忧 另一方面 尿液制品的杂质较高 对人体到底有没有害也不清楚 甚至尿液的运输和收集过程 也存在不可忽视的污染问题 这一切都促使着医学家们 必须找到更加安全有效的解决方案代替 1988年 默克雪兰诺科研人员 通过DNA重组技术 终于合成了世界上首个 用于临床的重组促性腺激素经典药物 这种来自实验室的重组产品 规避了尿制品和其他致命病毒的污染 采用自然选择的方式筛选 高效率转染成功细胞 不仅便于大规模生产 还提高了卵子的数量和质量 1992年 来自瑞士的双胞胎 塞德里克和卡瑞尼 成为使用这种新药物诞生的第一对试管婴儿 在之后的1995年 重组促性腺激素在欧盟批准上市 就此打开了辅助生殖领域 使用重组药物的新篇章 然而醋排卵的关键问题彻底解决后 人们又发现了新的难题 最开始用激素醋排时 医生发现 人工干预下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患者 会出现提前排卵 这就使医生无法成功获取卵子 从而导致大量治疗失败 使得试管婴儿的单次治疗活产率 仅有10%左右 因此 如何实现人工控制排卵 是提高成功率的关键 1984年 科学家波特和克拉夫特 首次确定了 试管婴儿激动剂方案的应用 大大降低了提前排卵的风险 紧接着在1991年 弗里德曼和他的同事们 又将结抗剂应用于临床 结抗剂在保证了 妊娠率和活产率的基础上 又缩短了整体的治疗时间 形成了更简单 更高效的临床治疗方案 之后 默克雪兰诺研制出了首批 人工合成的结抗剂药物 在醋排卵的过程中 结抗剂方案逐渐成为 全球广泛运用的辅助生殖治疗方案 激动剂和结抗剂的出现 使医生能够精确地控制排卵时间 这成为现代生殖医学发展的 第二个里程碑 直到今天 试管婴儿单次治疗的妊娠率 已经基本达到了30%以上 然而在这其中 又有医生发现 醋排卵药物建立的人工周期 会缺乏自身黄体酮的分泌 即使搞定了排卵 胚胎成功移植到了子宫内 并正常发育 但还会因体内缺乏黄体酮 在孕期的前三个月 出现先兆流产的现象 所以 医生会在移植胚胎前后 给孕妈妈 人工补充黄体酮进行保胎 最开始 是打黄体酮针 孕妈妈每天需要往返医院 让护士做肌肉注射 通常要打50至100针 油状的黄体酮不好吸收 在痛的同时 身上还会起硬块 直到1997年 默克雪兰诺推出了黄体酮凝胶 在家自行塞入阴道内 即可对子宫产生靶相作用 患者终于可以在家中 安心度过前三个月的怀孕期 黄体酮凝胶的出现 预示着 现代生殖医学 又向前进展了一大步 至此 默克雪兰诺打通了 辅助生殖全链路的产品布局 回看中国 中国的试管婴儿发展历程并不晚 只是背后的故事要更加艰难 时光倒回到30多年前 甘肃里线严观镇的郑桂珍 由于双侧输卵管不通 婚后多年不孕 虽然已38岁 但郑桂珍还是梦想着当妈妈 于是 郑桂珍夫妇辗转找到 北一三院的张力珠教授 决定试一试 当时的医疗条件还非常有限 还不能用阴道B超辅助 进行穿刺取卵 张力珠大胆地决定 开腹取卵 即便如此 张力珠团队依然成功地找到卵子 并顺利完成体外受精 1988年3月10日 张力珠成功结生了小女婴 郑蒙珠 这就是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 在郑蒙珠诞生后的仅三个月 另一例采用公培移植的试管婴儿 罗优群 也在卢光秀教授团队的指导下 诞生于湖南 这两位通过试管婴儿诞生的孩子 这么多年来和普通人并没有任何不同 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结婚生子 两名优秀试管婴儿案例的成功 让国人对该项技术有了充分的信任 国家也开始大力推动对辅助生殖中心的建设 2001年 卫生部颁布了相关管理办法 开始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精子库技术 实行严格准入制度 首批入选的辅助生殖机构共有7家 除了两家是精子库外 其余按照技术差异可分别提供第一和第二代试管婴儿服务 自90年代起 雪兰诺就陆续将其治疗不孕症的一系列药物和理念 引入了中国 并于20世纪陆续上市了所有重组激素产品 2007年 雪兰诺与德国默克公司合并 帮助患者孕育生命 也成为了默克雪兰诺的新使命 2011年 为提高广大女性在试管婴儿上的体验度和便捷性 默克雪兰诺陆续上市了一系列自我给药的注射笔 每天只需要按照医生指导 自行在家给药即可 不需要频繁前往医院 2014年5月 默克雪兰诺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合作推出宝贝基金 家庭生育健康关爱计划公益项目 为特别需要帮助的不孕不育的女性及家庭 提供药物和经济补贴 确保她们不会因为无力承担医疗费用 而放弃成为父母的梦想 直到2020年底 国内辅助生殖中心数量高达536家 试管婴儿在中国已经成为常见的辅助生殖手段 有数据显示 目前中国每100个新生儿中已有3.7个试管婴儿 科学的发展总是漫长且曲折的 不孕症治疗技术的发展历经百年 如今试管婴儿技术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孕育生命的难题 对每一位婴儿宝宝来说 成为人类世界的新成员就是百分之百的奇迹 故事的最后 我们再聊聊一些其他话题 生育问题虽然是两性双方的问题 但造物主在生育难度上加的砝码好像不太一样 女性天然就需要承担更大的代价 更多的压力和情感的付出 更长生命的投入 在医学得以解决这件事之前 往往女性要在痛苦和自责中挣扎多年 试管婴儿的出现 毫无疑问地提供了更科学的方式 当一个家庭 尤其是女性需要投入如此多的代价时 我们至少能让科技和医学 提供更舒适的体验和解决方案 如今 多元的社会文化 让婚姻和孩子不再是人生的必须 单身 结婚 生娃 丁克 都是人生的可选项 如果决定要宝宝的时候 一定要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 如果35岁以下有正常性生活 12个月以上还没怀孕 或者35岁以上6个月没有怀孕 就应该主动前往生殖科或辅助生殖中心 接受专业的检查和治疗 在越来越包容的社会环境下 不孕不育群体也应该走出沉默的角落 用积极科学乐观的态度 接受医学帮助 希望每一种选择 都能得到祝福和科学的保障 希望每一种选择 都通向幸福和自由的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